台湾小百科 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的一些他民谣 其实民谣这个大概都是流传以民间的一个自然小调 然后被很多人在诠释传唱之中 他可以给予不同的这些歌词 但是因为台湾人早年在传唱这些民谣小谣的时候 其实他被记录下来的不多 尤其是台湾近几百年的那个转型也相当快 那甚至我们也坦白讲 就是经过很多不同的政权的一个统治 他完完全全忽略到很多民间的这些 包括文艺学艺术歌曲的这些传承 所以让很多他人唱了很多的自然民谣的起调 大概都流失 所以我们记得以前在介绍所谓的一个遗难民谣 它是很重要的有一首歌叫做丢丢档啊 那其实我们谈论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好像在宜兰的这些所谓的一个宜兰民谣的一个小谣 都只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旗子 真的是不无遗憾 其实宜兰当然有还有很多的民谣小谣 但是它不被传承嘛 不过我们今天来探讨台湾民谣 还有一个可贵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也从民间的所谓的传唱的一个戏曲去找素材 比如说南管 鼻管 歌载戏调啦 这些都是可以去截起一段的那个戏曲的这个小谣 然后听上一个歌词 甚至有的歌词还是原先记种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词 这样子被传上下来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走路曲 其实就是歌载戏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曲调 因为我们也晓得很多歌载戏里面 经常会有一个曲会出现 就是说两个人要分开啦 而且是充满要做很多的一个别理 或者是说他要出去探路啦 大概就会唱这个所谓的一个着陆曲 那这样一个调其实它也蛮有趣的 我记得有很多的朋友在约会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分开的时候 特别就用这个曲子来表示道别 用这样的一个声调 那其实这个声调我们坦白讲 它原先只是一个续集表演的一个起调 后来变成了一种民间的一个告白的一种信声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民谣的一个重要性 那谈到这个赵楼调 其实各位也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个意念去谈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所谓的一个歌仔细其实民间现在已经就把它叫做台湾的歌集 那甚至也被很多台湾人所深爱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原生的台湾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剧种 而且这个剧种它的元素是相当广泛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歌仔细调去做很多探讨的时候 会觉得歌仔细调其实它有的还可以广纳很多的一个元素进来的 比如说它有时候离华美调也都把它当作歌仔细调的一个部门 那不要讲说一些19300的台湾的一些流行歌集 也都变成歌仔细调了 那走路调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保有原先歌仔细元素的一个调性之一 听众朋友 许多的台湾歌调都是流传于民间的自然小调 后人可以因需要而赋予不同的歌词 走路去就是歌仔细调之一 特别是在许多分开的情节时 就以走路去来形塑当时的情节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